你知道嗎 這裡最快 轉兩圈 轉兩圈不止喔 這個轉兩圈 這個轉三圈 很好 請上來拿一下 為什麼他管子會轉的比較長呢 很顯的一屑 因為管子比較長 所以你比較低 所以你剛剛會聽到他的聲音 就是可以說到很低 很低還是很浮厚 真的很厲害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帶來下一首 這場樂會的主題是 場號碰上經典 前面我們演奏呢 古典樂派的經典 以及三首場號 各個 各個作曲加持給場號的經典的主題 那下面呢 我們再來另外一個樂派 古典樂派再往後推 十一頁 就是進到浪漫樂派 那這首曲是選自己 裁肯服刺激的交響 第五號交響群的第二院長 是五歌的寫版 那這首這個月章呢 第五號交響群 跟其他的交響群比起來 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有名的群 因為你想要裁肯服刺激 你就會想到他的一八一二旋 但是呢 他在寫一般般柔和的旋律也非常的很多 而且呢和聲跟音韵啊 什麼的 就是帶來淡淡的海穴 那這個樂派的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就是他會針對人啊 事情或是物品的特殊性而進行渴望 那也有很多在這時期的藝術家會因為看了一個什麼作品 或是看了一個什麼畫 他就覺得很多感覺 然後他就用音樂來寫出他這個東西的感覺 比如說像聖上的動物房還寫動物 這個月這樣子不同動物的特性一定會表現出來 就是在這個時期的時候 就是以電影到現在來說就是像看電影 然後電影會很專屬為他打造的節目 譬如說像小幸運 小幸運是哪一個電影的節目 我的創個世代 就是他的歌詞和他的意境跟電影裡面是很搭配的 就是像這樣來的 那我們就來欣賞一下 古時候的人 他們呢 就是有感到什麼 就來這個儒歌的選擇 這個選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呼籤 有錢 邀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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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